歡迎各位又全年進場 話說中印邊境自從6月爆發衝突以來 已經擾讓了接近3個月 最後在最近響起了邊境近45年以來的第一槍 到底這一槍是哪一方面首先開出的呢? 現在各執一詞 印度方面說是老解開先的 中國方面說是印軍開先的 演變成了一場羅生門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檢視一下 到底中方的說法是怎樣的 解放軍西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張水利說 是印軍非法越線 進入中印邊境西段的班公湖南岸 神炮山地域 印軍對交涉的中國邊防部隊巡邏人員 明昌威脅 就是印軍開槍先 中國邊防部隊被迫採取應對措施穩定局勢 究竟是甚麼應對措施呢? 他沒有說明 他又說 印方的行徑是嚴重違反了雙方協議協定 極意造成誤解誤判 是嚴重軍事挑釁行為 中方要求印方立即撤回越線的人員 約束一線部隊 嚴肅查處名槍挑釁人員 確保不會發生類似的事件 到底印度方面又怎樣說呢? 他們又不是這樣說 整個版本完全不同 根據印度斯坦時報引述印度軍方聲明所說 印軍沒有違反邊界協議 也不僅僅說 是中國軍隊在邊界對峙時 向空中鳴槍 即是說 印軍沒有開槍 開槍的就是老解 究竟哪方面的說法才是真確呢? 當然啦 很難來判斷 片又沒有 圖又沒有 你有你講 他有他講 唯一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甚麼呢? 就是相隔了45年之後 中印邊境終於打響了第一槍 真是動用到熱兵器了 沒理由沒有開槍 然後雙方的軍隊互相露屈對方這麼無聊 肯定就是開槍了 好了 這就可以視之為 真正意義上的擦槍走火了 好了 我們又可以看看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在六月中的時候 他曾經這樣說過 他說 如果印度軍隊向中國軍人開槍 兩國邊境地區 將會完全變成另一面貌 今加之時大陸都指控印軍開槍 那麼現在兩國邊境地區 又變成了一個怎樣的面貌呢? 還是好像連濟高點都被人佔領埋呢? 另外根據發生社的報導所說 在8月31日的時候 中印雙方的部隊曾經在班公坐回一帶爆發衝突 其中一名 遞屬於印度特種邊防部隊的藏族士兵 因為誤踩地雷而陣亡 在昨天 印度軍方為這名士兵進行了悼念儀式 印度執政黨印度人民黨的秘書長也有出席 而最令人觸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名士兵的靈臼上 除了覆蓋著印度國旗以外 還擺了一面雪山獅子旗 但最奇怪的是 大陸方面似乎對於這個舉措 暫時未見到有什麼反應 照計反應是非常強烈才是 去到今天中午時分 環球時報就著中印邊境開槍事件 就寫了一篇措辭非常強硬的社評 標題叫做 一線印軍開槍請能 請能即是請強 來被消滅就不遠 說到印度部隊好像豆腐渣一樣不堪一擊 說到別人一打就死了 究竟這篇社評是說什麼呢? 他們就說 印軍星期一向中國軍人名槍威脅 這是宣告邊境地區不開槍的規約作廢嗎? 如果是的話 中印就要準備共同迎來邊境地區 血與腥風的新時期 說到非常嚴重 但是這個老虎似乎的底線已經退了一些 開頭說到一開槍就有新面貌 現在都開了槍 又問人家究竟是否要把規約作廢 你說是否退了一步 接著這篇社評還搞事 他們就說 我們必須在此嚴厲警告印方 你們越線 好像那些小學生一樣 要告給老師聽 你過界了 你們的一線部隊越線 你們的民族主義輿論越線 你們的對華外交政策越線 神祖人家越線 別說邊界越線 只是說對華外交政策越線 印度總理莫迪神祖就說要提倡 什麼印度製造的計劃 而且不斷叫你科技企業的長腳 又說要提倡 製造業也要印度製造的商品 又跟民間連成一線 霸買中國貨品 這些是不是對你越線 越來越線路了 最近的很有用嗎 那個是有什麼 經濟上的反制措施 先別說軍事上 經濟上都拿不出來 因為那些智能手機要遠銷去印度 尤其是低階的 那你有什麼反制措施都可以搬出台 而且印度有很多花神 早就說要禁止你中國製造的手機APP 喂 他真是獨步全球 他搞這科技術 還比美國國務卿馮佩奧推動的淨網計劃 所以不可以說印度總理莫迪是響應淨網計劃 他先過淨網計劃 就說要封微信、抖音 他印度先搞的,從6月開始 你有什麼可以反制印度Apps? 你用它的Apps嗎? 所以根本就是無計可施 你當時說他越善 你主要說他的部隊越善就算了 他的民族主義輿論、對華外交政策 一早就越善了 你也催他不張、拔他不搶 這篇社評還說 印度的民族主義勢力需要上一上 如果中印軍隊改變在邊境地區處理分歧的邏輯 將槍放在最前面 他們在班公湖南岸搶佔的兩個制高點 能有什麼作用呢? 現代軍事衝突裡還有多少制高點的位置呢? 我想質疑一下 現代軍事衝突有多少現代? 本來大家都在玩冷兵器 即是不玩槍枝 所以開頭為何有那麼多玩石頭 有些人還說石器時代 一會又整個狼牙棒 現在就打響了第一槍 你說制高點沒有作用 制高點怎麼會沒有作用呢? 正正是印度部隊佔領了兩個制高點 然後雙方的部隊都進入了對方的射程範圍以內 所以就使得大陸的部隊不能再向前推進 那個制高點就發揮了作用 當然你說在現代軍事衝突裡頭 有很多其他東西可以發揮作用 比如說信息戰 要靠客客的 但是在中印邊境這個 context 這個語境下 很明顯這些東西是不適用的 制高點仍然有一個很重大的意義 所以這篇社評怎麼能夠忽略了這件事呢? 而且他還說到 說究竟印度的槍多 還是中國的槍多 印度的軍費有多少 中國的軍費有多少 印度人算不算得好 當然根據一些 非正式的統計就是估計 中國的軍費大概是印度的 三倍 人家可以質疑 究竟雙方哪邊的貪污比較嚴重呢? 人家都可以這樣寫 寫而已 是不是呢? 那你有多少軍費又怎樣呢? 而且人家的軍費真是買東西 印度前排才再向俄羅斯下訂 俄羅斯又對印度受武了 這篇社評最後講到 說中國都不希望中印邊境地區開戰 如果印方誤讀中方的善意 妄圖用開槍震懾解放軍部隊 他們就必將會引火燒身 中方決不會為了避免戰爭 而向他們妥協 如果印度一線部隊繼續魯莽地使用槍枝 他們就必須準備面對 在軍事衝突爆發情形下 就地被消滅的危險 規則是印度先破壞 印度就應該權衡好 衝突的後果責任在印度的一邊 我們已經對印方仁治而盡了 我們會用行動糾正印方一些勢力 對中國國家意志的誤讀 最後那段就寫到好像是 最後通諜一樣 我們姑且可以放長雙眼地看看 究竟老虎寫這些東西 究竟是代表他個人意見 或是真真正正中國的立場 究竟中國又可以有什麼版虎洗出來 先不要說軍事回應 首先除了軍事回應以外 有沒有其他反制措施可以搬到出台 經常標榜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沒理由連一個簡單的經濟手段都拿不到出來 為什麼先不要說軍事手段呢 因為你一說軍事手段 難道真的兩邊打起來嗎 我認為暫時未去到這個階段 最多都是在可防可控狀態之下擦槍走火 只不過 很明顯地擦槍走火的層次 就是比起以往提升了 以往是石器時代 三個月之前就變成青銅器時代 狼牙棒 現在就去到現代了 真是玩起下槍火了 但始終來說 我仍然認為 雙方真的會發生戰爭的機會是不大的 因為要應付一場戰爭 是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而且地方又位處邊垂 全部都是高山凍土地帶 你說有什麼特別的戰略價值呢 又不見得到有 所以我仍然認為 真的會發生戰爭的機會是不大的 最多擦槍走火的層次是會上升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